《北洋军阀中的乞丐将军》 鲁北滨海一带的北镇仍然是商家云集的富庶之地 不过高家胡同有一同族人家 却过得七七惨惨 双亲不赞 家有四字 鲁名分别叫大生、二生、三生以及四生 不料想大生和二生经为饥寒丧命 留下三生和四生两兄弟靠乞讨度日 高三生虽然是乞丐出身 却是一味有意思的爵 此人在年仅十五六岁之时 不但有一身丸力而性格耿直 曾经因为冬天偷了别人的稻草淘火取暖 被抓到后打了个万死 组长士既气愤又怜悯 于是给了一些盘缠 让三生外出闯荡茅生路 自此高三生开始背景离乡茅生计 逼走金门 是一位名字吉利的混尸魔狼 还拉拢了一位伙计一起投身航武 此人名字也很 喜庆叫雕鸿图 但是高三生能发迹 可不是仅因为名字起得好 这位名字吉利的爵 也是一位本分肯淡的老实人 他投身北洋新军之后 虽然快投大 气力非凡 却从来不是才傲物 平时手脚也勤快 因为自幼受苦 训练时能真正做到吃苦耐老 而且为人憨直仗义 所以很快赢得了新军士兵和军官们的欢心 虽然也有一个学名高在田 所在航武的众人 却都喜欢叫他的辱名高三生以示亲近 光绪于二十四年 在一次北洋新军的大检阅中 军机大臣融入亲临 日后北洋军阀的老头子袁相成作为点名官 在点名时 却将高三生的名字遗漏 高三生是个急性子 当即跑上前向袁大喊 报告大人 还要不要三生了 声音红亮 顿也注目 其后 原也表现出惊讶且很受用 毕竟涣海浮沉 一句三生挠到了哑处 所以连声回复道 我要三生 我要三生 也不知是否沾到了高三生极力名字的气质 原相成相继外放都里一方的山东巡抚 庚子之乱后 更是成为清朝新军中硕过锦盘的实力派 李鸿章去世后 则接任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为及人臣 高三生自然也跟着水掌船高 老头子在世时 还为其担任世卫统领 宁国五年 段祺瑞继任成为北洋扛岛人 高三生仍然的宠 观着副都统 不过 高三生能够从一个乞丐 跃升为北洋军阀中的将军 吉利的名字自然是姬元 更是因为其也有一个善心 他在发迹后 给北镇街上的穷乡亲和乞丐们施舍乾粮 乡亲们有求于他 大都会应办 和他一起投军的雕鸿图 成为御帅吴佩服麾下的干将 但此人很清廉 所以 家境一般 高三生回乡时 拜访雕家父母出手相助 为其修建了十多间瓦房 此外 高三生还出资建造书局 为宾县同乡置办墓地 为皇和堤坝君资 最后 更是自觉将家财 都分割了当地的老百姓 一个乞丐在发迹后仍未忘本 自然落得一个机缘巧合的善事与善中 参考资料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蔡根坛 人物春秋 乞丐中将高三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